整個教學樓是瞬間就倒塌了 搖晃得特別厲害 然後我腳下的月子板也裂開 我的腳掉下去掉到截子 這個位置它又瞬間嚇龍 然後把我緊緊地夾在裡面 但是後面是因為有餘症 它會越壓越緊 然後把你痛昏過去 再下一次餘症的時候 再把你痛醒過來 就是想要證明自己可以獨立 然後即便沒有了雙腿 也可以去做好多的事情 我想這個還是跟我自己本身的性格 首先是有很大的一個關係的 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典範 或者是把所有的地震受傷的這一類人 都應該像我這樣 和區 met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